欢迎收看每周360,我是Angus 在影片还没开启之前 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一个一个video两千个like 下一期我们讲广东话 第一则新闻 Honda Accord全球销量突破2500万辆 全球最畅销的D-segment 十二单之一 是全球啊,不是马来西亚 我好像很少看到这辆Honda Accord 在马来西亚的路上走了 差一点就忘记这个Honda Accord的样子了 Honda Accord从1976年出的第一代过后 就变成很多人家庭中豪华轿车的选择之一 然后Honda也不断对Accord进行改革 以适应不同地区和消费者的需求 Accord在美国连续多年获得年度最佳轿车的奖项 还在欧洲亚洲市场取得很辉煌的销量成绩 从最早的紧凑型家用轿车 到至今的高中级的轿车 Honda Accord每一次的换代都在设计 技术还有性能上实现了大突破 为全球汽车市场树立了新的标准 为了满足全球各地消费者对动力性能 软油经济性还有环保的多样化需求 现在这款Honda Accord就提供了多种的 这个Engine的配置 以实现最佳的驾驶体验 还有能源的效率 第一款引擎就是这个1.5L的Turbo Engine 这款引擎就是Accord车型里面的Signature 专会追求动力性能的用户设计的1.5Turbo Engine 就给你194HP之前马来西亚版本就是198HP的 还有260Nm 这就是一辆给你有力又省油的一辆Honda Accord 那第二粒引擎就是这个2.0iMMD Hybrid Honda的iMMD Hybrid系统也是Honda的代表座之一 为环保意识强烈的用户提供了理想的选择 各系统由一台2.0L的Arkinson循环引擎 还有两个高效电动机组成 能够智能切换不同的动力模式 一起发工就给你215HP 在City Drive的时候会优先使用这个电动机驱动 实现零排放 在Highway的时候 Engine才会发工 所以给你更高效的这个燃油效率 面对全球汽车市场 向电动化和智能化的这个方向的转变 Honda将继续推动Honda Accord在这些领域的发展 未来的Accord将更加注重环保性能 可能推出更多的这个电动化 还有这个混合动力的这个车型 同时继续优化它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以提供更安全更智能的驾驶体验 但是马来西亚之前就有讲过 不会再出这个Honda Accord了啦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Honda让这辆Accord 重出江湖的话 你们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 第二则新闻 小米SU7 Ultra的量产版 在中国正式开放Boking 地表最快的四门Sedan 最大马力1500HP 这款车不仅是品牌在高性能车领域中的 很重要的尝试这个惊人的动力输出 瞄准成为全球最快的四门房车 售价定为114000美元 就是大概54万令吉啦 它的对手是Tigan Turbo GT 还有这个Tesla Model S SU7 Ultra采用3Lit电极系统 其中包含两台V8X的电极 还有一台V6X的电极 这套系统可以实现1138kW的风值输出 0-100只需要1.97秒 而0-200只需要你的5.96秒而已 最高时速350 再来这个小米计划带着这辆SU7 Ultra 挑战德国的这个纽伯格林赛道 目标是打破四门电动车的这个全速记录 这款电动车配备CATL的这个麒麟2.0电池 电池系统支持高达897W的这个充电能力 可以在不到12分钟就充满了 然后它的电池电量剩于20% 它还是能够输出880kW的这个功率 确保高性能续航的这个体验 车身采用了Full Carbon Fiber 配有大型的这个Carbon Fiber为一 能够在高速行驶下提供2145公斤的这个下压力 进一步优化了Aerodynamic 车辆的Breaking System也是经过赛车级别的强化 直接给你AP Racing 6 Port 并搭配耐高温的这个Brick Pad 能够沉重800摄氏度以上的这个工作温度 SU7不仅加速性能出众 还采用了电机反转能量回收的这个系统 最大能提供0.6G的这个自动回收力 在极限的Breaking之下呢 车辆能实现超过2.36G的这个减速度 飞100啊 停到完的Breaking Distance是25m罢了 这款车配备的CTB电池技术呢 还提升了车身的刚性 整体的结构的扭转刚性呢 就达到5100Nm per degree 在极端驾驶条件下也能保证安全 还有这个操控稳定 SU7 Ultra的市场售价为114千美元 就是我们大概54万令吉啦 小米计划将其定位电动车市场的高性能期间 并希望通过这个纽伯格林赛道的这个记录呢 给他们知道它有多么的厉害 虽然目前SU7 Ultra啦 还没有宣布会不会进入其他国家的这个市场 但是这个惊人的这个性能 还有这个创新的设计啊 一定是很多汽车爱好者的关注之一 第三则新闻 吉利发布新一代的雷神Super Hybrid 全球最高热效引擎 CLTC工况油耗2.67L per 100km 这一代的雷神系统啊 包括最新的EMI还有这个EMP技术平台 可以实现超强的这个节能 还有超长的这个续航 听讲啊 未来这一套系统也会引进我国 这款全新雷神Hybrid的热效率达到了46.5% 是目前全球量产车型中啊最高的 这个成就意味着更高的燃料利用率 还有显着降低的这个排放 代表着内燃机的技术发展的另外一个里程碑啦 在CLTC工况下啊 这套系统实现了百公里油耗2.67L 这个数据让该引擎在市场上成为高效节能的No.1 EMI主要针对的是节能油化还有超长续航 适合那些每天要省油省油又要跑远远的用户 通过改进进气道的设计啊 新一代的预风火龙卷高效燃烧系统也能够实现高效的这个空气燃烧 再来这个高效EGR系统啊也能够降低排放的同时呢提供燃烧的效率 还有智能的热管理系统可以帮助车辆在各种工况下呢保持最佳的性能 EMP平台主要针对的是更高的动力性能 它和EMI专注的节能不同 EMP平台注重提升Hybrid车辆的动力表现 它将Hybrid引擎还有电动机驱动系统啊巧妙的结合 为用户带来更爽的这个驾驶体验 雷神Super Hybrid的推出呢又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啦 在全球汽车市场向这个EV转型的过程里面啊 Hybrid依然是那个平衡性能还有这个节能的这个选择之一 而这次的发布的这个系统过后 凭借着它卓越的这个热效率还有这个超低的油耗啊 将有望成为行业里面的标杆 第四则新闻 Honda Civic 荣获泰国销量第一的这个C Segment Serum宝座 销量远超这个Corona Artist在泰国C Segment的轿车市场的竞争中啊 Honda Civic 再次展现出强大的这个市场的吸引力 拿下了销量的Champion 根据泰国汽车媒体这个Headlight Mag的这个数据统计呢 Honda Civic 在2024年1月到9月的累计销量啊 达到7491辆 直接打包Toyota Corolla Artist的3113辆 再打包Mazda 3的413辆 成为当之无愧的这个销量王者 首先 Honda Civic 在外观设计上呢 就延续了这个家族的运动化风格 给了这款车更有现代感还有活力的这个形象 深受泰国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同时呢这个Civic 的配置丰富 内饰精致感更是明显的好过同级别的车型 为消费者提供了极佳的这个舒适体验 在动力方面啊 Honda Civic 采用了高效的引擎配置 不仅能够提供平稳的这个动力输出 还兼顾了燃油经济性 最重要是省油啦 Civic 的操控性能也是它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赢得了不少注重驾驶体验的消费者青睐 Toyota Corolla Artist 虽然也是 C-Segment 市场的老牌选手啊 但是今年呢只是实现了这个3113辆的这个销量成绩 输 Civic 的一半 侧尾灯都看不到 Corolla Artist 在市场定位和消费者偏好上啊 略显这个保守 外观设计更偏向这个 Uncle Auntie 没有这么 Sporty 啦 相比之下啊 Civic 在外观和内饰上呢 更具有时尚感 再加上它丰富的这个科技配置 还有出色的这个操控性能啊 如果再改一套 Type R Body Kit 啊 直接就帅到没有朋友 至于 Mazda 3 呢 2024 年啊只是卖了 413辆 可能泰国人都不是很想要塞车啦 Honda Civic 出色的这个销量成绩和消费者的良好口碑 已经成为这个泰国 C Segment 市场中的首选车型 随着消费者对高品质 高性价比的车型需求的提升 相信这个 Honda 呢 将继续优化这个 Civic 的产品配置 继续打包 Toyota 还有 Mazda 最后一则行为 日本最省油车款排名 Toyota Yaris 排名第一 平均油耗 2.8L per 100km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啊 节能型汽车在日本市场上面呢 都热议受到青睐 这次排名展示了不同车款的这个软油效率 让消费者在选择省油汽车时呢 有更多的这个参考数据 以下就是日本市场中呢 最省油的前十款车还有它的具体数据 第一名是这个 Toyota Yaris 2.8L per 100km Toyota Yaris 已出色的这个软油经济性呢 Quad 的第一名 尤其是在 City Drive 方面呢 特别的突出 这款车搭载的 Toyota 最新的这个节能技术 使油耗表现呢 远超更多同级别的这个车型 成为节能车市场中的领导者 另外一个第一名啊 Toyota Aqua 也是小小辆的车 2.8L per 100km 双冠军都是 Toyota Toyota Aqua 以 Hybrid 系统而闻名 特别适合 City Drive 和长途驾驶 兼顾的动力 还有它的经济性 第二名是这个 Toyota Prius 3.2L per 100km Toyota Plus 作为这个经典的 Hybrid 车型呢 它的省油性能啊 依旧是很紧 平均油耗 3.2L per 100km Prius 一直是追求这个环保 还有低油耗消费者的热门选择 同样是另外一个第二名啊 Toyota Yaris Cross SUV 来的 3.2L per 100km Toyota Yaris Cross 是 SUV 车型中的叫轿者 其油耗表现啊 也达到 3.2L per 100km 非常适合追求省油的 SUV 爱好者 第三名来了 Toyota Corolla Sport 两项车 3.3L per 100km Toyota Corolla Sport 呢 凭借着灵活的 操控还有高效的这个燃油经济性啊 过得第三名 适合 City Drive 的年轻人 还有小家庭使用 第四名 Nissan Note 紧凑行车啊 3.4L per 100km Nissan Note 拥有 3.4L per 100km 的平均油耗 作为一款小型紧凑车呢 它在城市驾驶中啊 非常的实用 第五名啊 是这个 Honda Fit 紧凑行车 3.4L per 100km Honda Fit 一直因为它的宽敞的内部空间 还有低油耗而受到欢迎 平均油耗 3.4L per 100km 都是 City Drive 的这个做工一组啊 的理想选择 第六名 Toyota Corolla 轿车 3.5L per 100km Toyota Corolla 是一款经典轿车 凭借着稳定的性能 还有它的经济的油耗啊 深受着消费者的信赖 第六名还是 Toyota Toyota Corolla Touring 呢 旅行车 3.5L per 100km Toyota Corolla Touring 呢 适合长途旅行者 它的油耗和标准的 Corolla Le Becourin 非常适合家庭使用 第七名 Honda Insight 也是 3.5L per 100km Honda Insight 的这个油耗表现呢 为这个 3.5L per 100km 它的这个 Hybrid 系统啊 给它带来了更出色的这个省油的效果 第八名来了啦 Toyota Corolla Cross 它是 SUV 3.8L per 100km Toyota Corolla Cross 呢 它结合了 SUV 的空间优势 还有出色的这个燃油经济性啊 是适合家庭使用的多功能车 第九名 Suzuki Auto 或者这个 Carolla 轻型的汽车 3.9L per 100km Suzuki Auto 呢 是一款小型的经济车 油耗表现为 3.9L per 100km 适合预算有限的这个消费者 最后一名来了啦 Wagon R 这个 Flare 或者这个 Auto Lapid 轻型的汽车 4.0L per 100km 这三款轻型车呢 Wagon R Flare 还有这个 Auto Lapid呢 均为高燃油效率的车型啊 平均油耗为 4.0L per 100km 适合经济实惠的日常代步需求 从以上的排名可以看得出啊 Toyota 依然是这个 省油车市场的这个叫叫者 很多车款呢 都是在这个油耗表现的很出色 与此同时 Nissan 还有 Honda 等品牌 也通过不同的这个 Hybrid 技术 和紧凑设计呢 提升了它的燃油效率 随着汽车制造商的持续 研发高效的这个动力系统啊 未来日本市场上的省油车款呢 将更加的丰富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这个选择 OK 以上就是本期 360 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 Follow 我和 Automarchic 的 IG Tiktok 小龙叔 我是 Angus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e